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月月老师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 未必 未必 未必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may not 表示不一定的意思 它是一个副词,表示不一定 不够确定 好,我们来看一下未必怎么用 通常呢,它可以在后面加一个未语 多用于书面语 表示不一定 它和不一定的区别呢 就是未必呢 它更多用于书面语 比较正式 好,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它未必在乎这件事 我们不用告诉它 它不一定在乎这件事 我们不用告诉它 我们就可以用未必在乎 这个消息未必可靠 这个消息未必可靠 可能我们会在新闻报道上面看到这句话 这个消息未必可靠 比较的书面 不一定可靠 好 失败未必就是坏事 有时候成功离不开失败 对 俗话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个呢 就可以在你的写作中用到啦 失败未必就是坏事 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有时候呢 成功离不开失败 为什么呀 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是一句名言 下面一个 我在考虑要不要买那件名牌T恤 好贵呀 啊 名牌的未必舒服 普通的牌子也未必不好 这倒是 这个练习 完成句子用未必 妈妈做的饭 未必是最好吃的 未必 不一定是最好吃的 但 所以不一定是最好吃的 但一定是最有爱的 对不对 最有爱的 但一定是最有爱的 但一定是最有爱的 未必 不一定 好 下面 看起来真诚的人 不一定诚实 要改写句子 不一定诚实 不一定 用未必 未必 诚实 后面加位 好了 同学们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 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